男人正准备在船上尿尿 却殊不知危险已经来临 等他刚撒到一半时 船翻突然被冲吹动 男人直接就被打飞 但好在他反应及时抓住了维杆 这才没掉到海里 可糟糕的是 现在的男人仅靠双手支撑 根本无法坚持太久 一旦他掉进这茫茫大海 等船离开后 他只能是死路一条 想到此处 男人当即用尽全身力气 拼命用脚去勾船血 好在艰难地尝试了几次后 他成功了 重新回到船上 男人长松了口气 但他再也不敢在船上撒尿了 他来到了船上的厕所 可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 他撒尿时 厕所的门突然被吹来的风关上 但男人并没有在意 等到他舒舒服服地释放完自己 准备出去时 这才发现 门似乎被锁上了 无论他怎么扭动门锁 门都打不开 男人有点慌了 他想用力将门锁扯下来 但门锁太光滑 他根本吃不上铃 男人不甘心 他想尝试用手指扣进门缝 直接把门拉开 但缝隙太准 他又失败了 可男人依旧没有气馁 他摸出了包里的硬币 想拧松门锁上的螺丝 这样就可以把锁拆下来 但硬币太厚 放不进螺丝的凹槽 男人于是打开了厕所的工具箱 找出了一把剪刀 可让男人失望的是 剪刀又太细 同样转不动门锁 而就在男人烦躁时 窗外传来的巨大的轰鸣声 男人赶紧趴窗外看去 原来是一艘万吨货轮 正朝他这边驶来 男人这下急了 要是再不改变方向 导致小船被对方撞走 他和小船一定会葬身孩子 男人急忙拿出一个钢瓶 就对着门锁猛 但门锁质量太好了 根本无法破坏 男人没有办法 只能将手伸出窗外 奋力挥舞手中的衣服 企图让货轮看见 但男人的目标太小 对面根本发现不了他 男人健壮 当即想把头探出去呼救 但窗户实在太小 男人不仅没能把头伸出去 反而还把脸割上了 但男人也不是没有收回 放在窗边的绳子引起了他住 他直接将绳子扯了进来 将一端固定在船上 另一端则打上结 直接扔到了海里 绳结飘向了船的尾部 一瞬间便将螺旋桨抢住 船被迫停了下来 但另一头却也因此 勒住了男人 男人差点就被绳子勒得昏死出去 好在男人求生一直惊人 他从船上摸到了一根棍子 用棍子将绳子砍 再慢慢将绳子从自己脸上躲开 这才没有窒息而亡 男人大口喘着粗气 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却发现小船还是被货轮撞上